菲律宾众议院通过的所谓决议 在涉海问题上对中方进行无理指责 歪曲抹黑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愿在此重申中方的以下严正立场 第一 中国对包括东沙群岛 西沙群岛 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 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中国在南海的上述主张和权益 是在长期历史时间当中形成的 具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 第二 南海仲裁案仲裁庭违背国家统一原则 越权审理 枉法裁判 严重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一般国际法 所做裁决是非法的 无效的 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非法裁决 不接受任何基于该非法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这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受该非法裁决的影响 任何企图要求中方接受该非法裁决的做法 都是违反国际法的 第三 中方在南沙群岛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建设 并部署必要的防御设施 中国军警舰船在中国管辖海域巡航 中国科研部门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科考活动 中国渔船在中国管辖海域生产作业 完全正当合法 无可非议 第四 任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菲律宾派军舰在任爱礁非法坐摊 平反派船只非法闯入任爱礁临近海域 运送建筑物资 企图加固坐摊军舰 这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中方将继续依据国内法和国际法 采取必要措施 坚定维护自身主权 第五 中国在南海实施伏击休于制度 是保护中国管辖海域海洋生物资源的正常措施 也是履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 国际法义务的具体体现 非法不应该说三道四 第六 一段时间以来 菲律宾频繁派议员登陵铁线交等 中国南沙无人岛交 派舰机冲闯中国南沙岛交 及黄岩岛的临近海空域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危害中方安全 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 严重影响南海和平稳定 中方已就此向非方提出 近百次严正交涉 并提交抗议召会 中方再次奉劝非方 立即停止炒作中非海上争议 停止海上侵权挑衅行为 尽快回到通过谈判协商 妥处涉海分歧的正轨 同中方一道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黄岩岛交通 兰庇手